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复盘 今天是星期三 11月21号 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三点左右 今天的节目我会讨论几个今天我做的交易 讨论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投资风格 再讨论一下英伟达 最后看一看整个市场的大盘的表现情况 在今天做所有的交易之前 我需要你们知道 我有一个30%的现金的仓位 我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 我用这30%的现金仓位里面的13% 加仓了特斯拉 加仓的主要目的是调整特斯拉这个仓位 在我现在整体组合里面的重量 它自己这个仓位的重量 今天加仓的均价是343块钱左右 这一次买的这些比较贵的货 也把我整体的均价抬到了200块钱整数的左右 这是我今天做的第一笔交易 大家现在看的这张图是特斯拉的日线图 我们能看到它这4天 基本都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区间横向的整理 然后你好像能看到一个小旗子这样的一种形状 这种形状如果在后续能继续突破往上的话 它是一个ball flag 也是一个看涨的看牛的一种技术的形态 我今天加仓也是看特斯拉这个股票 在前4天这个时间加上今天 然后你再算上11月11号的高点346 360左右这个范围 你会感觉它好像就是在340 350这个范围在横向的走 走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算了一下 如果我加我刚才13%的现金上去 它会把我的均价抬到哪里 算出来之后发现均价也就是抬到200块钱整的左右 所以我觉得还行 我就加仓了 30%的现金13%给了特斯拉这个仓位 加到了特斯拉这个仓位上面 第二笔交易 我是买入了AMD 这个是新开的一个仓位 我的买入价是137块8毛9 花了刚才30%的现金里边的3% 我觉得AMD从基本面来讲 就是从它的盈利赚钱的能力来讲 尤其是它的净营收这一栏 我觉得它表现的跟前几个季度都是挺不错的 尤其是你看Net Income净营收这一栏 它是在增长的 所以至少基本面的背景还是不错的 从技术面的方面来讲 大家从这个图上 我们现在看到AMD的这张图是周线图 你也能看到 自从它2021年底下跌 一直跌到2022年的10月份这个时候 就开始往上涨了 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往上升的白色的上涨的趋势线 这样再涨 然后途中还回测了这个白线好几次 目前又是来到了这个白线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从一个均价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这建这个仓 挺适合我个人的情况的 适合我的情况就等于适合你 或者适合所有人吗 当然不是了 等一会我会举例说明 投AMD这个公司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现在社会上或者市场上 对AI的这种高量的需求 昨天我不知道我让大家去听英伟达的财报后边的发布会 大家有没有去听 如果你去听了的话 你就能听出来他的意思 他英伟达CEO Jensen Huang的意思 就是大家在市场上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公司 对AI的需求都是非常的大的 他们作为一个相对这样卖铲子 卖芯片的这样一个公司 至少在英伟达的眼里看来 以及英伟达的管理层的眼里看来 半导体行业在未来几个季度甚至一些时间 都是一个至少比较好的背景 所以综合了这几点 我就去建仓了AMD的股票 为什么不直接买英伟达这个行业的龙头 第一是因为英伟达非常的贵 现在非常的贵 第二是有非常多的散户 参与到了英伟达的股票的活动当中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挤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在综合考虑下我去投了AMD的标的 第三个就是谷歌 今天也是一个开仓的动作 我的均价是166块9毛1 跟AMD建仓的逻辑有些类似 我也是花了30%现金里边的3% 今天谷歌是迎来了一个大跌 这是他上次财报发布之后上涨了一小段 然后现在又跌下来了 今天跌了5%或者6%这样一个样子 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股票 给我一个打折买入的机会 因为今天谷歌下跌 是因为Department of Justice 美国的政府的部门 他们让谷歌把Chrome Web Browser 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正在用的网面的浏览器 政府是想让谷歌把这个东西给拆分出去 觉得他们做的太强了 你知道吧 就是做到了瓦盘 浏览器的瓦盘这样一种位置 然后这个股票就下跌了 这个事我个人觉得更像一种噪音 它只是引起了一个股票上的短期的波动 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关键词引起了一些量化交易 量化模型自动的卖出的这样一些动作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给了我一个Early Black Friday Sale 就是这样的一个折扣 大家如果看过以前的节目 应该也知道我一直想见谷歌的一个仓位 然后它在上次发布财报之后就蹭蹭的往上涨 也没有给我什么合适的机会 它今天竟然跌下来了 离它这根上涨的白色的上涨趋势线更近了 并且回到了中间的这一段的整理区间这个范围 这个均价的范围 我今天就决定在这建了一个仓位 我个人对谷歌的盈利能力 赚钱的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它的财报 我相信它以后在AI或者在云服务 或者说在科技创新广告相关的这些收入 还是会继续的增长 所以今天我也是勇敢的去建了一个仓位 说完刚才我今天做的三个交易 我就不得不聊一下我个人的投资风格 投资方式 要不然你只听见我做了这些交易 买了这些股票 但是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我的思路 我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去做这个事情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是一个火箭的引擎的部分 这个火箭是SpaceX的火箭 我不是特别的懂火箭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它这个引擎组里面中间有一圈 中间有一圈一个好像是主引擎组这样的一种存在 这个主引擎组的外面还有一大圈辅助的引擎 外面这一圈的辅助引擎是负责辅助调整 优化这个主引擎带来的推力或者是拉力 主引擎组当然它的任务就是核心的助推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看火箭的引擎的结构 是因为我投资的风格非常的像火箭引擎的结构 我投资的风格它的名字叫做Core Satellite Investment Approach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核心卫星投资方式 然后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 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于成长的一个投资人 并不是非常的注重收入或者说稳定性 这些可能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可能会更关注的东西 大家从这个图上这些圆圈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有点像刚才我们看的火箭的引擎的结构 我的这个火箭的主引擎就是特斯拉 这个主引擎的部分是一个长持的一个部分 我基本上不会去交易它 我交易它一般99%的情况 也是加仓这样的一种交易 卖的交易基本上不会太有 在我的这个火箭里面 主引擎是特斯拉 它给我提供的就是这个强有力的成长的助推力 但是它同时也给我提供了相比于大盘指数基金 更高的一个风险 你主仓重仓特斯拉 你的风险肯定是要比一个分散了好几百只股票的大盘指数基金要高的 考虑要我个人的经济情况 职业情况 个人情况 这种组合这种方式是适合我的 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卫星的仓位 这些黑色的小圆圈 给我提供的是一种非常灵活 对于我整体投资组合风险和收益的一种控制 就好像火箭上的那些小引擎 它可以帮助你火箭转向 减速啊 等一些其他的一些微操作 这样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这种投资方式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主要的就是主引擎组 它负责核心推动 第二就是副引擎组 它负责配合主引擎组 做辅助调整或者优化 在这个笼统的框架下 你必须考虑你个人的一些条件 拿我个人举例说 因为我的财务的情况 我的年龄 我从事的主业 专业的职业 如果大家今天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不知道的话 我的主业其实就是投资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我在考虑到这些个人的条件以后 并且考虑到我这个专注的点 就是成长的话这个组合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收益 都是我能承受的 你在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更改其中的部分 让这个组合来为你服务 让它去迎合你的个人的财务的情况 你的年纪 你的责任 或者说加上你的职业主业的背景 来去调整和优化你的主引擎组和你的副引擎组 如果你看到这个图上就单纯抄我的作业 抄我的重量的话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你会亏钱 因为你需要考虑到你个人的情况 我这样的组合 是根据考虑我个人的情况 造出来的一种组合 你也需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去更改这个组合里面的成分 或者说它的引擎组 但是这个整体的框架 就是这个火箭引擎的框架 你是可以去用的 这种投资风格的好处 它就是灵活性非常的大 不管你是想要调整风险值 还是收益值 它的推动力非常的大 但是这也是一个双人剑 相比全仓一个股票 比如说这里全仓特斯拉 它会更安全一些 因为这样的组合算出来的标准差 会低于特斯拉个股的标准差 也就是把风险降低了 大家注意 如果你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你会知道我提到风险和收益 这两个词的时候 我指的其实是两个准确的数值 数据 而不是笼统的概念 这样组合的坏处是什么 就是你非常的集中 你有70% 80%的仓位 是在一个东西上的 然后它的波动性 相对于大盘 或者那些分散了几百个股票的组合 是肯定要更高一些 同时这种投资方式 对投资者自身的组合管理知识 要求是相对较高的 那这样的组合 它需要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需要你会算数 比如说整体组合的风险与回报 咱们刚才说了 我这里指的是两个 或者说两类准确的数据和数值 并不是讲的 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这些东西呢 它拼在一起 也不是瞎拼的 都是算过之后 才决定你要拼什么 拼成什么样 怎么样去拼 那这样的组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它适合这种高风险承受能力 高风险承受意愿的 这样的投资人 如果大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去看一看散户赚大钱 讲风险的那一期 我专注的是growth 是成长相对年轻 并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投资人 这样的一个人群呢 才是这种组合比较适合的人群 而且我这个组合是定期会做一个再平衡的 我今天做这些交易呢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再平衡 大家从左边的这个表格上呢 可以自己看一看 我分别是什么样的股票 什么样的仓位 现在今天每个仓位呢 是什么样的重量 我这个组合 给每一个仓位的目标重量又是什么 都写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组合目前2024年的年回报率呢 是30.59 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是30.59 主要的助推力呢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前段时间涨的那一段时间 这个结果呢 也是符合一开始造这个组合的初衷 就是特斯拉是主要推进的引擎 暂时这个30.59的回报率呢 是勉强跑赢了QQQ的23.41 和标普500这个SPY的25.01 这里讲的都是price return 价格 价格回报率 为什么你只有八个仓位呢 因为我觉得散户做投资呢 你需要具力 就是把力气使在一个手指尖上用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比机构穷 也没有机构那样的人力物力 但是呢 我们投资的时候 又要吃到这个分散风险的好处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分散投资 在一个组合里面分散投资 它的极限差不多就是30个标的左右 你每新加一个标的进来 它给你这个整体组合 带来的这个分散的好处 是会逐渐趋势于零的 它会逐渐的无限接近于零 所以呢 我选的是八个 从分散投资的角度来想呢 这是一个分散与集中的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考量 如果你自己去做这个组合 做一个这样的组合 你也要选八个吗 当然不用了 你可以选80个 800个 或者说0.8个 那个都随你变 无所谓 那为什么不直接全仓特斯拉呢 你赚的不是更多吗 道理是这样讲 没错 你也的确会赚的更多 但是我追求的是考虑风险后的净高回报 也就是risk adjusted return 你衡量一个投资带给你的回报的时候呢 你要同样衡量它的风险是什么 或者说准确一点说 你每增加一个单元的风险 你的回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如果全仓一个股票是一个真正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策略的方式的话呢 那这个市场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组合ETF基金这种东西的存在了 大家很简单就全仓的去做一只股票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讲完了今天做的这三个交易 讲完了我的这个投资的风格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英伟达 看一下他今天对于财报之后的这些变化 首先说如果昨天你没有买涨 没有买跌 你什么都没干的话 那恭喜你 你做的是对的 昨天有非常多的人期待一个很大的涨幅 同样呢也有非常多的人期待一个很大的跌幅 但是事实是 英伟达这个股票在发布了财报之后 如果你无视那些波动的话呢 它其实是没有涨也没有怎么跌的 目前呢也是一个横盘的状态 这就好像你往天上扔了一枚硬币 然后这个硬币落下来的时候 没有落在正面也没有落在反面 它是卡在了一个石头缝里 然后笔直的立了起来 英伟达财报的成绩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去看不管任何的盈利的指标 还是它跟去年这个时候的涨幅都是非常强劲的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涨幅 但是这次成绩给分析师的惊喜 没有以前给的那么的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股价上面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态 今天早上也有很多的分析师 把这个英伟达的目标价给抬高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出来 它对今天的这个走势有多么大的帮助或者决定性 英伟达这次财报之后的股票的反应呢 基本上跟我们前两天在这个期权的界面上 从这个期权的角度看的内容有一些吻合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的还是11月22号到期的这一批期权 我们能看到这个max pin还在140 max putoi在130 max calloi在150 发布财报之后 这个英伟达的股价也是在这个130和150之间疯狂的波动 早上盘前的时候好像是碰到了150 然后就被卖了下来 这张图是英伟达的日内图 每一个蜡烛呢都是5分钟 然后中间这个波动非常大的地方呢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或者说是昨天晚上财报发了之后反应的一个后续 今天早上呢是高开 然后旺商猛涨了 涨到了152块8毛9 然后就遇到了买盘 给它狠狠的砸回了140块钱左右 从那之后呢 这一天基本上英伟达就在慢慢的往上磨 现在是磨到了差不多开盘的这个位置 你看它这两天的交易时间 你也能看出来 这基本上是一个横向的一个动作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方向 如果我们看日线图呢 我们能看到它今天的波幅 波动的范围非常的大 有长尾巴也有长头发 它在自己的20日的均线的上方 也在这个白色的支撑线的上方 这个白色的支撑线描述的就是 它在10月份的这个小的聚集区 以及它在6月份的这个高点 高点当时就是140块钱 从这张图上看 目前呢还是一个上涨的图 它的图形也没有因为财报带来的波动 而受到影响 并没有出现大家预期当中的那种暴涨 或者暴跌 整体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一个情况 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领跌和领涨 在标普500这边呢 它今天这个指数是上涨了0.75% 有441家公司 再上涨有59家公司 再下跌 还有三家公司 没有怎么出现变化 今天大部分成分股呢 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 领涨的还是SMCI这个公司 领跌的就是谷歌的两份权重 整体来说今天市场呢 是一个慢慢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状态 市场的宽度呢还不错 大部分的股票是上涨的 今天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0.41% 来到了这个差不多3点半 3点45的这个时间 它的领跌是拼多多 谷歌 Amazon 还有一些其他科技板块的公司 整体来讲 在这100个成分股里面 有84个成分股是上涨的 只有17个下跌 大家看这两个指数也能看出来 今天不管是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呢 表现其实都挺不错的 市场的宽度也都挺不错的 如果你还没有给这个散户赚大钱 这个项目投票呢 请你直接到我频道的那个community 那个区域去给这个散户赚大钱的项目 去投票 目前是有500多个人已经投了票 然后现在领先的选项 是自己建立一个组合 排名第二的是全仓特斯拉 好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